大龍夜市旁大批民眾圍觀 原來是有人當街大打出手 就連警察也到場拍檢 警察先生那個阿伯拿這個轉他的頭 在這邊也不應該拿這個轉他的頭 目擊民眾越講越氣 因為目睹整個衝突過程 擔心會鬧出人命 因此趕緊出面幫忙劝架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好朋友是在勒住脖子幫揍頭的 就我們才停車下來過來自主這些事情 事情到底怎麼發生的 透過監視器看得更清楚 7號晚間9點多 一名老翁騎著單車逆向左轉進入大龍街 和對象的右轉機車 在馬路中間發生行車糾紛 雙方因此爆發口叫 透過平面圖來看 當時老翁和汽車騎士 在路口差點發生碰撞 機車緊急剎車 離讓單車先行 沒想到騎士反倒遭到毆打 其實家屬實在不滿 沒想到弟弟剛出門沒多久 就在路上遭人毆打 背部頭部都有擦錯傷 決定提出傷害告訴 不願姑息這樣的暴力行為 記者嘉明陳建安台北報導 數据